然番剧场,然番啦! 难道你就能保证你死后,灵能族就一定会按照你心中所想的方向发展?即使你修正了现在的灵能族,如何保证未来的灵能族不会随着历史的推进,再次出现新的问题? 我相信到时候会有后人与我一样站出来,将死记的灵能族再度激活。 你将自己说得可真高尚。 风气忍不住翻白眼。 不需要你理解,如果我能成功,我不信我这一生的功绩洗不清我的罪过,我的功过留给后人平。 黑旋淡然微笑道,语气中却充斥着强烈的自信。 望着黑旋,风气忽然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 这家伙在他的眼里一直都是反派形象,更是他眼中灵能族的足坚。 但是黑旋对于自己的定位却是灵能族的革命者,心中有着更大的追求与报复,而不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再破坏灵能族的展开。 行了,我先先离开,你继续惆怅吧。 说着,黑旋的身影消散在了原地,没有给风气继续追问的机会。 待黑旋离开之后,风气依靠在湖边的栏杆,遥望着湖面。 夜色朦胧,湖心方向的龙舟随波荡漾。 心中的万千思绪最终还是化为了一声叹息。 大势降临的危机下,他觉得这个世界彻底病了。 杀戮成了真理,弱肉强食竟然是最真实的生存法则。 万千族群好似处在一个古炉之中,相互竞争厮杀, 就是为了变成最强的古族,然后带古炉揭开的那一刻去应对未知的存在。 想来有些可笑,但是真相却真实又残酷。 就在这时,一道灰雾飘至他的身边, 最终凝聚成了迷雾之主的模样。 训练结束了? 风气好奇地询问道。 发现你似乎有心事,训练及前结束,特地来看看你。 迷雾之主来到湖边的栏杆旁,遥望着湖面月影开口道。 我没事。 风气摇头。 是即将开始的任务,让你有了不好的预感。 迷雾之主忽然好奇地询问道。 你还真是敏感,算是吧。 说着,风气转头望向了迷雾之主,扯开话题道。 老米,如果你知晓自己没有多久可活了, 而且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宿命,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力所能及的弥补心中遗憾。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没有水平。 迷雾之主当即翻白眼道。 弥补遗憾? 风气喃喃自语,眼神却逐渐变得坚定。 他在此刻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无法避免, 那就尽可能地将力士往自己想要的方向推进。 继续闲聊一阵之后,风气与迷雾之主回到了特殊空间。 四日一早,风气跟黑玄打过招呼之后,回到了旧日学府。 回到宿舍,里面因为已经许久没有打扫,已经激起了灰尘了。 风气花费了半个小时将房间收拾之后,拿起了摆放在书桌前的崭新笔记本。 接下来,他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信。 数小时之后,风气在笔记本上撕下几页。 折叠之后,将其放入摆放在沙发上的特质背包里。 离开之前,他思索再三,最终还是从背包里带走了一盒大脑活性针。 这次护送任务情况特殊,大脑活性针不一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如果战死,大概率脑袋都无法保留了。 但是戴上总比不戴上要好,万一就有用得到的地方了。 做完了这一切,风气关上宿舍门,随后离开了旧日学府。 五日后的傍晚,风气与迷雾之主来到了旧日东补给区。 对于这座补给区,风气算是非常熟悉了。 反派线的时候,他还曾经与迷雾之主在这里从一个最初级的领域战士起步。 出海打鱼,到最后迷雾之主掌控死刑第三战团。 他与迷雾之主在这里生活了数年的时间, 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早晨来到团长办公室, 他总是能看到迷雾之主抱着平板,在游览最新的前线资讯。 每当看到与木星相关的新闻时, 总是要自我激励似地发表一番言论。 现在的旧日东补给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对于血石的争夺已经开始了。 血石护送任务之前,就已经有了数次潜伏势力的试探, 但都被中途打回了。 到去血石的行动更是发生了好几次。 风气想过在旧日东补给区就展开行动, 将血石就拿到手, 但是这么做的风险很大。 只要他敢行动,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各方势力的围攻, 其中就包括蓝皮族。 出现在这里的蓝皮族成员实力都不弱, 甚至峡谷区域激战的时候所展现的实力比灵能族更强。 这时候带走血石, 无疑会成为被挤火的目标。 而黑玄爷早已经给他们制定好了计划, 他们将以旧日研究院派遣的随行护送人员身份, 跟随护送队伍运输血石。 这时候发生节外生枝, 黑玄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他也没有给黑玄一个合适的理由。 如果说前几次血石护送任务, 风气的真实目的是抢夺血石, 那这次的真实目的就是护送血石。 毕竟这一次他站在了黑玄的立场上, 这趟任务的目标就是将血石 送入旧日城, 然后交给黑玄。 这条牺牲线, 他的目的从抢夺变成了守护。 仔细想来啊, 风气只探命运无常, 相似的历史轨迹, 他走了数遍, 但是每次都是以不同的角度 与立场进行的。 四日后, 护送血石前往旧日城的日子到来, 表面凭借护送任务, 实则暗流涌动。 风气与迷雾之主早已经发现, 有许多势力暗中到来, 目标毫无疑问必然是血石, 尤其是迷雾之主, 在得知血石的功效之后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他打算将血石带回, 给到黑玄之后, 就向黑玄提出要求, 获得血石的使用权。 至于黑玄会不会答应, 风气觉得大个率会答应的, 毕竟迷雾之主是黑玄重点培养的对象, 迷雾之主越强, 对黑玄的未来计划就越有利。 用一块残缺的奇迹增加未来计划的成功概率, 这一波迷雾之主和黑玄都不亏。 护送任务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开始, 各领域战团的护送长龙依次使出了旧日东补给区, 然后再主导分散将放入血石的车队包围。 其中就有风气很熟悉的秦时空, 以及他所率领的晴天战团。 正常的历史线上, 秦时空显然就是在这次护送任务之中与木晴结识的, 最终选择跟随木晴, 成为黎明君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这条时间线没有木晴对抗巨少, 他的处境也是凶多吉少了。 这个时候他没办法给秦时空任何的提示, 毕竟黑玄说不定在暗中监视着这里发生了一切呢。 贸然行动只会打乱原本的计划, 将历史往更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觉得秦时空肯定会有所警觉, 毕竟他掌握了能够预言部分未来的奇迹物品, 肯定能够提前察觉到危险的。 当峡谷混战的时候, 秦时空就曾经提前一步离开, 选择了在远处观战, 躲开了最为激烈的交战。 直至最后巨手出现了, 创造的领域场覆盖方圆树里的范围, 秦时空才被波及。 车队匀速行驶于主道上, 主道两侧是荒芜的戈壁滩, 伴随着车队前进掀起滚滚尘土长龙跟随。 峰奇与迷雾之主站在靠近血石的一辆运输车上, 目光瞭望天际相连的主道尽头。 你觉得这次护送, 我们成功的概率有多少? 峰奇在这时转头望向迷雾之主询问道。 成功的概率很高。 为何? 峰奇诧异道。 这趟行动除了我们, 黑旋肯定安排了诸多后手, 肯定会有灵能族的成员也参与其中。 护送战团中或许还有黑旋安插的其他势力, 毕竟这里是黑旋的主场。 听到这番话, 峰奇在心中摇头。 迷雾之主分析得很有道理, 但是计划远感不上变化。 如果巨兽没有出现, 灵能族确实大概率能够拿到残缺的血石。 但是巨兽出现了, 一切都将变得不可控。 仔细想来, 正常时间线上迷雾之主显然也是趁着 木晴与巨兽交战的时候, 找机会夺走了血石。